開著開著眼睛刀眯起來了 根據統計 歐洲有35%的死亡車禍 是疲勞駕駛造成 而這次國島遊覽車翻車意外 也和疲勞駕駛脫離不了關係 該怎麼防範 台灣的公司研發了這項技術 駕駛狀態分析系統 可以透過臉部表情的追蹤來評斷 你現在到底是不是安全駕駛 只要對準鏡頭 臉部稍有變化 立刻被捕捉 眼睛啊 眼睛的眼角 然後你眼睛現在是張開還是閉合 還有嘴巴的動作形狀 我們利用這些角度 然後去得到你現在是屬於疲勞 還是屬於分心的狀態 這項技術透過66個臉部特徵點 在經由演算法分析 只要眨眼 沒注意前方或是打哈欠 立刻就能分辨發出警告 兩秒鐘裡面 其實你有總共蒐集60張照片 那你可能有屬於3 40張 那眼睛是屬於閉合狀態 那我們就推測你應該是屬於疲勞 在日本又有防瞌睡警報器 透過瞳孔辨識 只要打瞌睡警告聲就響起 歐洲則是將感測系統放在安全帶上 當人們入睡時 心跳呼吸會減緩 安全帶能夠測量心跳 來判斷駕駛是否在渡顧 辨別疲勞駕駛技術越來越多元 只盼望能夠儘速落實在每輛車上 讓意外發生機率降到最低 記得判斷李永靜 台北報導 我們去煮邊 發生機率 我的 由你安排 一維 能夠 我